剛剛大白天的搶劫發生在永和 這一名呂老師呢 帶著這個白花花鈔票到公園運動 打算要存錢 沒想到被歹徒盯上了 廣電話日偷走 他放在椅子上的包包 老師發現馬上追上 還嚇上熱心的騎士 敬意勇為 幫忙帶到現在 男子急急忙忙跑出公園 行人號制燈都還沒亮起綠燈 他就在車陣中穿梭 路過騎士目擊 還有一名紅衣婦人 緊跟在後 不斷匕首化腳求救 騎士見狀發現不太對勁 也跟著一起追了上前 大喊一聲搶劫 立刻引發路人注意 熱心騎士將男子攔下 他自知事蹟敗露 將搶來的包包隨意丟在地上 也不顧掉了一隻鞋逃跑要緊 發現有一個人跑得很快 我直覺就應該是 搶匪趕快加速追著過去 搶匪剛好手上包包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剛好自己也跌到 身上還有帶著小孩子嘛 所以後來我就看到說包包有被拿回來 有安全那我就直接起車先走了 熱心騎士還原事發當下 原來這名富人二十一號早上來到新北永和 這處公園運動 結束後想順便將十萬元現金存到銀行 就將包包放在公園椅子 沒想到卻被周姓歹徒盯上 偷窃失封後周姓歹徒跑進校弄內 脫掉上衣打赤箔 騎車逃到北市中山區來躲避查棄 但這樣的行為反而更引人注目 於案發後十三小時內將該名 竊嫌查棄到案全案喊起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辦 光天花日下竊取財物 不僅錢沒得手 反倒讓自己吃上一條竊到罪 記者紅草巡 娛樂微信的報導